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电影真能称得上伟大的作品 不过就那么两部半 《霸王别姬》在1993年7月26号公映了 所以《霸王别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一部电影 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大算说这个电影伟大 不光是指它拍摄过程当中 种种美乐美奂的场景 细致入围的情景 还有很主要一点 这个电影里边揭示出了一种人性的复杂 揭示出了一种时代的无奈 揭示出了一种感情世界里的风云变化 这些元素都要有 《霸王别姬》反映的内容是过去 一个妓女的孩子 撑叠衣 迫于家庭生活比较困的 卖给了戏班 从小唱轻衣串女 又不是男的 那么他跟他的叔叔钻小楼 两个人时间长了 就产生一种不明不白的感情 类似同行恋一样的感情 那后来两个人一起唱戏 经历了这个对委阶段 然后国民党这个阶段 最后又进入新社会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使两个人互相揭发 反而成了仇人 人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 对这种打压和推荐 后来呢 在唱戏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承叠衣啊 借助唱霸王编辑这首戏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拔出霸王的配件 就到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反映人性的悲剧 那么这个戏 在当时来看争议非常大 为什么呢 这里边既有像同性恋这样 很敏感题材 同时又有关于文化大革命当中 对人性摧残这样的 在文艺工作者来看 不太愿意碰的进去 所以当时这部戏 陈凯歌挑头来拍的时候 应该说 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也能说明 陈凯歌导演 具有其他导演 没有的一种人文情怀和勇气 我对王编辑的评价是 一般人拍不了 因为他有非常复杂的线索 的驾驭 他有非常庞大的一个 一个叙事的组织 在逐渐的浮现 形容我自己的电影 最终的东西是什么 情怀 一个电影若有情怀 永远会被人记住 那么当时陈凯歌呢 除了他本身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导演来讲 他需要借助这个来 展示自己一种人文情怀 展示一种大情怀 同时还有一点 当时陈凯歌也面临一种压力 因为虽然他从80年代拍 黄土地已经出名了 可是到80年代末的时候 当年拍黄土地的时候的摄影 张一谋 人家挑头当导演 拍了红高粱 在柏林获奖了 这个对陈凯歌是有压力的 陈凯歌也希望 自己能够保持 第五代导演这种锐气 再拍出一部 拿着手的大气磅礴的 这样一个作品 就这样陈凯歌敢于闯进局 把这个挑过来 那么1992年拍完了以后呢 网上送审 怎么也通不过 因为这个片子有问题 一直到1993年7月26号 这个片子在上海大光明 电影公司上映 一下造成那种轰动 但当时即使上映了 也是不宣传不报道 带着这片子在全国巡演的时候 陈凯歌又接到了来自上头的禁令 说现在得往上停 不能放 结尾得改 那个结尾啊 本来是原来剧本写的是 诶 这个成叠一 王冠大革命结束之后呢 觉得对人生很绝望 自杀了 为了能够能通过呢 把这个情节改成 在和这个段小楼两个人演 霸王变极演戏过程当中自杀 这就是为了软化一下 这个悲剧效果 可是这样呢 上头认为也有毛病 说他死那时候呢 段小楼演霸王应该喊 鱼姬 把他当作戏中人 而不是喊变一 不要喊写实的名字 所以没办法 回去之后呢 又重新改 把他改成鱼姬 所以这样呢 才被通过 据说整个前前后后 这个片子通过 应该说是邓小平同志拍的吧 说当时这个片子呢 邓小平在中南海里看了 看完之后觉得可以放映 后来凯克导演就讲到这个说 说什么 说小平同志啊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他对这种啊 压制人性的事 是本能的低处和反感 他是有这种远见着实的 所以说当时是在小平同志支持下 这个片子最终才得以上映 所以我们也看出这个片子的分量 因为当时才93年 在法国嘎那 获得了金钟鼎奖 这个在当时来讲 那是中国电影没有的 这是最高奖项 而霸王编辑这一部片子呢 也奠定了陈凯歌 在中国导演出的提醒 到现在为止 陈凯歌的所有片子 甭说说超越霸王编辑 接近这个高度的都没有 那么这样一部片子呢 我们说不是陈凯歌一个人的成功 咱首先得说选角的成功 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 张国荣在里面这个表演 堪称美容美奂 一真一换 确确实实到了我们看一个演员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戏中有人 人中有戏 人戏不分 到了这个高度 菊仙小姐 你还哪儿学的戏呀 呦 我哪儿学过戏呀 哦 没学过呀 那就别撒狗血了 但是一开始这个戏 挑这个成天一决算手 那可不是挑的张国荣 挑的谁呢 一开始选了尊龙 尊龙我们记得演过一些这个大清方面的戏 而且尊龙还有京剧功底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是陈凯歌跟尊龙联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尊龙讲了很苛刻的条件 就我到你中国来拍戏了呀 来了 你得是给我天天有个房车 而且我无论是刷牙呀 还是喝这水 必须从香港空运过来 我不喝你大陆的水 而且我天头多苛刻 我得带两条狗 你得给我背保镖 反正这个条件特别苛刻 陈凯歌一看挺来气 你这认为我们的食品都吃不得 水喝不得 喝就得损人 他后来就没有尊龙 当然尊龙呢 有其他的途径对媒体说呢 说陈凯歌对他不够尊重 反正这事公说公公里 婆说婆有礼 咱们谁也说不清楚了 在这个之后 没选上尊龙怎么办呢 陈凯歌有一度 甚至都想找蔡国庆 蔡国庆你看 小伙子挺漂亮的 想找他来演这个陈凯歌一 后来蔡国庆自可有自身之名 人家不干 也归绝了 这个时候 《八王别姬》的编剧之一 小说作者李碧华 李碧华我们都写过 《燕之后》之类的 给提一件 说你找张国荣 为什么 李碧华当年这个《八王别姬》的 原来这个剧本 在十年前 也就是八三年前后的时候 在香港 就拍过 当时就要找张国荣 可那是张国荣的歌手 这么冉冉上升的 跟谭友林争霸的 你看陈凯一 本身是 有这个平时链 倾向的这样一个角色 不想因为这个是 损害自己的形象 所以当时找的 樊少皇演的陈凯 哎呦我的妈 咱不忍睹在这 那么后来呢 这不是李碧华写了胭脂扣 找的张国荣和梅艳芳来演 李碧华也看这张国荣戏精不得了 所以再次向陈凯歌推荐 让张国荣也成为 我先要感谢的是李碧华 因为 他的两本小说 把我当作他男演员的蓝本 我第一次接到他的那本书的时候 应该是我自己去买的 就是12年前 这个角色是比较敏感一点 那在我当时来说 就是有心无力 我不能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唱歌的时候 我要顾及我自己的形象问题 陈凯哥一想起张国荣 也觉得眼前一亮 就到香港 看了一下张国荣拍这个戏 然后跟张国荣谈了三个小时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见他 他坐在那儿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发抖 说点文词啊 那心灵有点震颤 体现在手上了 那样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很悠扬 在我跟他讲故事的过程中间 他多数时间没看着我 这个故事讲完以后 他跟我说 他说 陈导演 我就是这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演这电影 就这么着 张国荣进了这个剧组 那么进了剧组之后呢 有一点让当时大多数大陆演员 感觉眼前一亮 就是张国荣对戏这种认真 因为我们知道 陈凯一在这里边呢 是个比较女戏的淡尾演员 那么在这里头 张国荣就把自己完全变成了陈凯一 平常说话也酸溜溜 女了女性 戏里戏外就变成一个人 本来张国荣往低上一坐 那是插开腿 站着无所畏惧 可是为了演好这陈凯一 大家发现张国荣跟谁说话 两条腿都紧闭着 低着头 给人感觉这就是个女人 不光这个 张国荣以前一点京剧工具人没有 所以剧里边请了一些京剧老师 教他 张国荣费了很大劲练京剧 其中有一出呢 是陈凯一在台上呢 演这个贵妃醉酒 这个贵妃醉酒里 杨贵妃有很大的身段 你比方说这个云水秀这些 非常费劲 一般都是有功夫刀马蛋来演 而你要一般轻衣 还拿不动这个 可是张国荣学了不长时间这个戏 当时跟他配戏的专业经济演员 来拍这个 都问说他以前练了多少年戏 说连半年都不到 就过来试试就这样 你看一段车插一个转舞 然后一个卧缘航过去 使的是星云流水 这些演员都不 所以这个张国荣啊 真模仿能力是真巧 这个戏男在哪儿呢 张国荣不仅要演成天一这角色 还得演成天一在台上那些戏 而他这个时候一般都不用替船 都是自个儿真来 所以这个悟性大家挑大不饿 说张国荣真是好 师哥 我想让你跟我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 不行啊 这么小半辈子都唱过来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他对待这个戏也本身持着一种风魔的态度 他才演到了这个高度 人戏不分 这样一个高度 但可惜的是 他这个嘎那电影节 张国荣本来应该得影帝 怎么得上 差一票 说怎么差一票 输给法规一个演员了 他应该得 差哪一票呢 这里头有个意大利的评委 这评委挺有意思 这不影帝是就最佳男演员吗 他也投张国荣了 他投的什么 最佳女演员 他认为张国荣演的比女人还女人 他往那一站 多数个女人都二人十四 所以他投张国荣最佳女演员 他很固执 不改 所以这票无效 无效我也这么投 结果张国荣插着一票 没得影帝 与影帝失之交臂 你想想 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说张国荣这部戏演的太好了 他演一个四男四女的人 真就达到了这种男女部分的高度 所以我们从回头看看 就是张国荣在这部戏表现出的演技 你说的是演员里的精灵 多不过分 那么当然跟他配戏这些配角呢 也都不是一番人 一般张峰一 演段小楼 开始这个角色 陈凯歌呢 是想找成龙来演 后来成龙大哥 党期没过来 用张峰一 意外发现张峰一很符合 段小楼特质 既有的那么一点豪爽 硬朗 还有点粗粒 同时呢 眼边还带点桃花 你认认 好好见 又不上台 又见干什么 所以段小楼在这里被张峰一演绎的 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其他那些角色都不简单 你像巩俐 当时用巩俐完全是出于 从这个打入国际市场 巩俐那是拍了红高粱了 很有影响力了 已经 而巩俐在片场呢 有一个镜头 对着镜头一笑 大部分这是巩俐最美的时候 他怎么笑出来呢 那天正好张艺谋到片场来探班 巩俐正拍一戏看着了 就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给拍下来 那是他跟张艺谋还挺甜蜜的 那么这个戏里头呢 作为大陆演员表现比较好的呢 我们还得说葛肉 葛肉当时呢 还没有完完全全的 进入到绝对的一线 因为他是拍完棒冰以后 才拍活着 才得了影币 难得 那当时葛肉在这里边演的 袁四云呢 确实非常非常到位 把这个恶霸呀 希望能够跟这个张国荣 结交这个心态呀 演得非常好 喜欢 你我之间不言前 那个字眼实在不雅 自古宝剑仇知己 程老板 愿做我的红尘之己 那么当时在天场的时候 葛肉就以为张荣比自己小多了 后来一问 张荣比自己还大一岁 哎呦 这葛肉说 这个香港演员了不得 你看在这方面 这真是一群媳妇 后来是葛肉得了刚大影帝呢 这个张国荣祝贺他 跟他吃顿饭 哎 说实际 我祝贺你 他我想到《方案编辑》里头 其实我倒觉得 这个程建一 不应该选择跟段小龙走 应该就跟着袁四野 因为袁四野比段小龙 更懂京戏 更投入 你看到那会儿 都演了多少年了 过去了 哎 张国荣还在戏里边没出来 所以这一部戏 前前后后我们看 这些演员费了很大劲 导演费了很大劲 编剧费了很大 功夫不负苦心人 这个剧出来之后 那种震撼效果是无与伦比的 而且这个戏 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个程凯歌拍了《梅兰芳》 也是反映京剧演员的戏 许多人就说 哎呀可惜啊 张国荣那时候跳楼死了 2003年4月1号 他又不死 找他来演梅兰芳 那不比黎明强多人倍 但是人家老梅家人不认账 老梅人说 就是张国荣活着也不能让他演 为什么 我们梅兰芳没大爷 在生活中是响当当的一个男子汉 很有担当的 在舞台上他演女的 他不是下来女的女性 就张国荣活着也不能让他来演了 那这两部戏呢 有人做过比较 这比较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感情 梅兰芳的艺术高度远远达不到霸王阶级的艺术高度 因为这两部戏呢 一个是真正的刻画了一个已经入戏了的真正的艺人 另一个是身上有着多重光环的 甚至带有一些不为人知的 这种政治光环的这样的人物 你比如说梅兰芳后来见过以后又是政协委员又是什么 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的 徜徉在细体的世界当中 而且即使是在见过之前 他作为灵界大王 身上也有种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压着 他不可能像成杰一那样 完全活在京剧的世界里 他没有成杰一纯粹 那么梅兰芳和霸王阶级之间 有关格的是什么 里边我们看 由于黎明比较死 做不到张国荣那样 能完全入戏也演得那么到位 所以只能在台上的戏有替身 所以你看黎明简直就跟死于眼睛说 你站着站着 演不出那个京剧演员的活分劲 得用替身 这个替身也是个京剧演员 叫尹志 他在里边还演了 这个迷恋梅兰芳 要搁枪暗杀孟小冬 那个精神没有戏迷 也是他演的 这个人当年在八王编辑里也有个角色 记不记得 小陈叠一 在院里边 剃了光头之后念 小农家年方二八 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 那个少年陈叠一 就叫小豆子那个 就是这个尹志演员 这都是那十多年前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所以他是这两部戏唯一一个有机的联系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再回过头 回顾一下这个八王编辑拍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咱们得佩服 那个特殊的时代 那一群特殊的戏精 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 那么这个巅峰的存在 有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2003年年初的时候 张国荣从香港赶到了内地 请这个八王编辑剧组的人吃饭 去旧 去完旧之后 回到香港 没隔几个月 就是4月1号的时候 张国荣被抑郁症折磨了一年多以后 跳楼自杀 那么张国荣一礼相魂 魂归极乐 驾鹤兴归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八王编辑剧成了一个永久的绝唱 而陈凯歌很难再回到那个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